第二七题,电阻值分别固定为12欧姆与24欧姆的甲乙两电阻器 与以电压固定为36伏特的电池并列,如图所示 若导线的电阻忽略不计,通电三分钟后 甲乙两电阻器消耗的电能分别为1甲与1乙 则1甲比1乙为下列合者 那么在相同时间之内所消耗的能量其实就是功率 那么我们的功率比就是跟我们前面的26题解题的想法是一样的 甲乙两个电阻器是并列,所以他们的电压一样 在电压一样的情况下,我们计算我们的功率是P等于V平方除以R 那因为我们的电压一样不要管 所以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功率是跟我们的电阻乘反比 那我们现在甲乙的电阻是12比上24 这是我们电阻比,所以它的功率比就是12分之1比上24分之1 也就是24比上12,也就是2比上1 因此第27题问我们说 则1甲比1为下列合者 我们答案选的是B2比1 暂时还有我们下列合者 到uais 多远可以 我们下列合者